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三张牌呢 会是你们目前的能量场的检测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从这一张神域卡来判断一下 这一副牌组是不是适合你的讯息 好那一样大家可以暂停影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 深呼吸三次 精静下来想着这个问题 下半年会迎来什么样的喜事 睁开眼睛之后看哪一个水晶或哪一个牌子最吸引你 那那就是要给你的讯息哟 选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解牌了 好选择一号牌子的朋友 你们选的是这一颗 拉长石 我把它放这边 首先这一张神域卡是代表你们目前的能量场 看一下是哪一张 28号 Abasement 好这张Abasement它是平静的意思 上面数字是28号 所以有可能 生命灵书2 128的人会选择到这一组 当然等一下我们用塔罗来看的时候 也会来再度判断一下 哪些生命灵书的朋友会选择到这一副牌子 你们目前的能量是处于就像这张卡讲的是在一个选择宁静跟平静的状态 因为我这边感觉到一些一号牌子的朋友 你们可能是2到8月之间生活上有比较多的环节 有比较多的情况 有的朋友甚至是上半年过得比较辛苦一点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8月 但是因为它这个28号 我刚听到一个讯息是可能2到8月 你们会有比较多的情况要处理 而或者是因为288减2就是6 所以6个月以来 大家可以自行对应你的时间点 这样讲6个月以来 那也就是上半年的这6个月以来 你们过得比较不平静 比较可能辛苦一点 或者是比较忙碌一点 所以现在你们有一种很想要喘口气 很想要远离城销 很想要与世隔绝 然后就是有一种 Please leave me alone 就是大家都要远离你 让你可以静一静的感觉 但是这张牌里面有两个人 所以部分的朋友你可能会 这个另外一个人代表的是 如果你们有办理的话 你们可能会计划一些周末的小旅行 或者甚至是几周的小旅行 去一个远离都市的地方 享受一些宁静的环境 可能去山上 可能去海边 总之就是接触大自然 去人少的地方 让你们可以重新归零 重新呼吸 这里面这张牌里面有 这个女孩子提了一个鸟笼 她的门是开的 而她刚好这边停了一只 猫头鹰 所以有一种放风 然后这边还有一只猫 所以有些人 你们可能真的有羊鸟类 或者是猫在家里 然后你们这种 这个动物在放风的能量场 有点感觉除了是你 有点代表你自己 想要放空放风 想要挣脱牢笼 想要挣脱社会的规则的束缚 我们世俗环境 追求事业 追求爱情的束缚 也这些动物 也可以代表你的灵性动物 想要出来走一走 深呼吸了 所以你可能你的高我 跟你的指导灵都在呼唤你 叫你可能要休个假 请个假 有的人甚至可能是 生活碰到某些情况 比如说你是自由业的话 你可能案子并不是 预期的那么多 我们在第一下 第一个时间当下 可能会觉得 啊为什么没有案子 没有客户 感觉很伤心 但是其实这可能是 宇宙给你的一个机会 要你利用 现在不用太忙碌工作的时间 让自己放松去玩乐 我们玩乐 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不一定要花大钱玩乐 宇宙会提供你很多 各式各样的资源跟机会 让你有享受到放松的状态 跟别人享受欢乐时光的机会 这是真的 大家可以去显化 因为这张牌有在说 可能到 可能到下半年 你们就要开始忙碌 你们可能就会有案子要进来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是就业的人 可能有些人刚离职 或甚至是被解雇的话 这都是宇宙在告诉你 他现在要你在 暴风以前的宁静这段时间 放松自己 放空自己 重新去整理自己好 把自己整理好 去迎接下半年的能量场 下半年可能会有 很忙碌的时光等待你 所以你要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休息 你的身体健康 你的心灵健康 才能去迎接下半年的状态 那有些人 你们可能有伴侣的 就会跟伴侣一起去 远离乘销 那如果没有伴侣的 也就是你可能会 有一些时机 时间跟机会 去跟你的好朋友 或者跟你的亲人相聚 这张牌也是鼓励你 多跟你任何 信任喜欢的人 相聚在一起 不管他们是亲共好友 还是伴侣 那可能到下半年 十月会是一个 重要的时间点 那讲到这边 如果有对应 就可以继续听下去 如果没有 我们可以跳出去 重新选一副牌 这边还有一只 小小的孔雀躲在后面 这边让我感觉到 有一些人的自信 可能躲起来了 就是说 有点不太想 被人家注意到 因为孔雀是一个 很受人瞩目的动物 很美艳的动物 很靓丽啦 所以你们现在 就是有一种躲起来 不想要被人家打扰 不管你 呃 状态如何 你都 不希望大家 注意到你的一个门亮场 你只想跟你爱的人 不管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 亲朋好友还是伴侣 你只想跟你 想信任的人 相聚在一起 度过平静的时光 好 那我们接下来 用塔罗牌来看一下 你们下半年迎接的喜事是什么 好 要牌的朋友 就是诱动你们抽到 你们下半年 会迎接什么样的喜事 首先我先抽了这张T-Lib卡 直接写Success成功 所以是什么东西会成功呢 我这边看到两个讯息 第一个主要的讯息 绝对是你的事业 因为你们这边收到一张desk 书桌 上面有很多羽毛笔 一些文书文件 纸张 写出你的想法 可能写合约 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k 你要注意你的工作 这边整体都是很正向 你们的T-Lib很正向 你们说到一个Goldfish鲸鱼 Increase immaterial wealth or spiritual growth 你们会有物质 物质财富的增加 或者是心灵 身心灵成长 然后这张bread 面包 period of prosperity and abundance 所以你们下半年 绝对是一个 非常丰盛的一个时期 丰盛丰收 会有很多物质财富上的收获 以及 我觉得 以及身心灵成长上的收获 鲸鱼是一个非常好的关键 非常好的一个sign 一个象征 所以有兴趣 你们可以养一只鲸鱼 带来好运 好 你们今年可能 鲸鱼是你的迹象物 再来这一张 还有一个Darkman 黑色头发 或特征的男人 所以他可能是 头发真的很黑 轮廓比较深 或眉毛啊 眼睛 眼睛 瞳孔是深色的 然后 或者是皮肤是属于比较有黑的 所以你们下半年 可能会有一个阳性能量 或一个男人 进入到你的生活 或者是已经进入你的生活 但是下半年会增强 跟你的连结 对于你们接下来的喜事 有一个 关键性的影响 那他刚好在 increase immaterial wealth 或spiritual growth的下方 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你 增加财富 或者是心灵成长的 一个关键人物 他有可能 他应该算是你的贵人之一 所以有可能是 人际交往上的贵人 或者是他是 就直接是你的客户 或者是决定投资你的人 或者是想要 或者是变成你的经纪人 为什么会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你们 现在直接一句话 就是一号牌组 你们下半年迎接的喜事 就是事业上 财富上的成功 我整体能量看起来是 你们会 你们发出的声音 说出的想法 发布 发表出来的艺术 会被大家看见 会 集合很多人 会 吸引到你的灵魂家族 看到你 找到你 追踪你 follow你 或者是支持你 我大家会详细讲 而这样子的 才华的表现 想法的表现 声音的表现 会让你有一个 非常稳定 接下来的财富 你会很稳步的 向你的财富之路前进 这是会给你一个很稳定 未来 很稳定的未来的意思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指 我先讲我现在收到的讯息 然后 你们 部分的朋友是说 一个讯息是 你接下来下半年 终于可以享受到 有一种 不需要再 寻求别人的帮助 有一些 一号牌子的朋友 可能 在上半年 或者是甚至从 上前年开始 都会有一种 好像要常常 一个人做很多事情 做两个事业之类的 或者是常常需要 别人的财务的支援 或者是常常要 别人帮忙你 找工作之类的 就是会 需要常常 别人的协助 在生活上 或者是事业上 然后让你们有一种 没有办法 散发自己的 正向能量 不应该这样讲 应该说没有办法 会有点害羞 不想要 太常在外露面 不想要太常 参加 社交聚会活动 会变得很 introvert 就是变得比较内向 躲起来 因为你会 内心觉得 有一点点的不足感 有一点不想要 跟外人 讲太多自己的事情 所以干脆躲起来 不社交 这是其中一个选行 但是接下来 下半年 你们可能会 摆脱这种 因为你不需要别人的 不太需要再 我讲白 就是接受施舍 好我现在来讲 拍卡 我刚刚这样讲 因为你们第一张 抽到Page of Wants 就是权杖的试者 你们下半年 会迎来一种 很轻松的心态 你们不会再想太多 你们会发挥 你们的才华 这张卡上面 这个年轻人 他抱着他的吉他 在唱歌 所以你们下半年 成功的地方 是跟你的声音有关 这边可以是literal 就是真正的 就是你有些人 可能真的是歌手 你们有些人 真的是做音乐的 或者是其他文化 或者是艺术上的 一些才华的发表 那另外这个声音 也代表说 你们可能是声优配音员 或者是你们 是主持人 演讲的人 需要发表想法的人 总之发声 不一定是人家 要听到你的声音 当然一般的 我们可以说 人家听到你的声音 比如说你有在做影片啊 你有在做podcast啊 如果你不是歌手之类的 那另外发生 也就是写文章 你们可能会 如果你的工作 是跟写出你的想法有关 作家 部落客 记者之类的 我举例了 大家可以自行去 联想 有什么样的行业 是这样子的行业 只要是写出你的想法 写出 写书啊什么的 会让大家看到你的想法 你的知识的都会成功 你的解释牌 是 大家可以多听音乐 我这边 这边刚听到有讯息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进入你的zone 如果你们有看过 那个Dixar电影 Soul的话 就是 音乐可能会容易 让你们进入一个zone 让你们可以进入心流 然后进入这个创作的 创作的 那叫什么 不是源头 就是那个流动的流水 创作的河流 如果你们会有什么 creator block writer blocks 听一些 会让 会让你有启发的音乐 让你进入那个心流 你就可以开始写东西 你就可以开始发生了 这是我刚听到的一个建议 解释牌是family 家庭 家人 这边46号 加起来又是10 所以你们真的有一个 因为你们的这个牌也是10 所以你们真的有一个 循环的完结 为什么会这样讲 除了是10号这个数字 代表一个循环的结束之外 你还抽到了一个1 跟一张13 1是一个新开始 13是死亡 拿不起来 好 是不是 我是觉得有点生气啦 13是 呃 韦特塔罗死神牌的数字 所以是死而重生的能量 而且这张牌又是一个婴儿 婴儿的手 重生 你们等于是重新 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意思 1号这张牌是魔术师的能量 是一种 你们有能力可以manipulate 可以操控 你们环境地球上的元素 依照自己的意念 意愿 去操控事情 好这样 又说操控有点负面 但是我们这边的意思是说 你们之前经历的 不管是多困难的阶段 你们接下来下半年会重新 你们会把过去都烧掉 这边的burn bridge 烧掉的桥 这只人的手腕有一个眼睛 我这边甚至听到说 有一些人可能之前 度过很黑暗的时间 甚至有一些人想要 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负面的想法 在自己的手腕上做一些事情 这是我刚刚听到的 那有些人可能是在手腕上 有一些刺青代表智慧 因为你们经历过这个shadow stage 最黑暗的阶段 让你们体验到了很多的人生的领悟 跟智慧 所以这个手腕上有眼睛 也就是说你们死而重生 你们可能真的之前 有点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办法再过下去 所以有这个想法 甚至是尝试过 当然我没有说要大家来分享 但是如果有朋友愿意分享的话 有真的对应到某些朋友的 心境力路程 愿意的话可以在里面所分享 总之因为你们之前的黑暗得到智慧 你们现在的智慧让你们现在有能量 你们接下来下半年会有能量以及方法 让你可以烧掉过去的自己 过去的人脉 过去的资源 不能说人脉 人际好了 你们终于有这个能力重新开始 之前不能完全重新开始 是因为你们可能资源还没有到位 还是需要一次做很多事业 或者是要跟很多人际关系纠缠 但是现在不用了 你们下半年终于可以过得轻松 过得像自己 你们是一个魔术师的能量 重新开始的能量 然后很帅气的就是说 你们这个是因而从生 你们以前的你已死 然后现在是你的心生 你的心生 你就会接受到上帝的礼物 宇宙源头的礼物 这个宇宙源头 你看也是一个眼睛 然后他流着泪 这个宇宙源头是看着你成长 看着你重生 这个泪有一点是感觉 他们为你心疼 但是他们也想告诉你 就是你 你如果想要重生 这是你的灵魂合约写好的 然后但是虽然之 大家都知道这是写好的 但是看你们经历了这些黑暗的过程 你的神 你的指导 你的故事 都会 也是会替你流泪 会替你难过好吗 但是现在他要给你一个智慧 这是那个亚当跟 跟上帝手指的那个 inspiration 灵感 这张图 他旁边有黄水晶跟花 所以你们在追求爱情 跟追求财富上 下半年都会有 很显著的变化 很显著的重生 宇宙会给你 给你赚取财富的智慧 做事业的智慧 对你以前可能没有这些 真的就是知识啊 或者是你突然脑洞大开知道怎么赚钱 突然脑洞大开知道怎么吸引豪华的意思 因为这是新的你 然后好就讲这边 这个family 你们下半年可能 会是一个很开心的状态 因为这个权杖适者 就是因为你们在一个很开心的状态 你可能有很多的 很好的朋友以及亲人 在背后支持着你 让你有这种比较轻松的状态 觉得有被保护的能量 可以让你好好的释放自己的才华 表现自己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的这个才华展现出来以后 你会吸引到你的灵魂家族 看到你找到你 就像我刚刚讲的 然后你会跟新的人 bonding 认识新的好朋友 新的灵魂家族的成员 然后成为一个家人的感觉 就是在你的 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之外的 灵魂家族的家人 Night of Pentacles 这一张前帝 其实就是一个很稳定的能量 它虽然有点缓慢 但是就是你直接从逝者成长到 骑士也不错啊 然后钱币嘛 就是财富的能量 你们这边很多财富的能量 所以下半年的成功 绝对是跟财富有关 你呢会有你的点子 你要坚持你的点子 不管你的点子是什么都会赚钱 所以不要管别人 怎么批评你的点子 或质疑你的点子 你觉得你喜欢做什么事情 你就去做 你想要做的这件事 绝对是受到祝福的 Blessing Fulfillment Wellbeing Enlightenment 所以下半年你会收到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就是一个被点醒 灯泡亮起来的感觉 那是不是跟这一张又对应了呢 我刚刚有说上帝会给你 给你这个奶瓶里面的智慧能量 让你突然脑洞大开 Blessing Enlightenment 你会收到指引 会收到灵感 所以不用担心 然后 不管你现在状态如何 不管你现在多么的 怎么可能 我超不会做生意 或我超不会跟人家交接 我超不会唱歌 我也不会 我也不敢在众人面前讲话 开口什么的 都不要同情 你下半年会重生成为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其实你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在转变 已经有看到一点点的迹象 有点跟以前的自己完全不一样 好这边这个6 of Pentacles 很多钱币的能量 钱币6 逆位 这是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讯息是你终于有感觉不需要再接受别人的帮助 然后你以前因为要常常接受别人的帮助所以都躲起来 因为没有自信 当然跟你的性格也有关啦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6 然后这张牌introvert 66 所以有些人你们可能常看到666天使数字 或者是0606的天使数字 然后再来6月可能是一个关键月份对你们来说 因为这个 1号魔术师牌卡 是跟双子座有关 所以跟6月也是有一点关系 再来就是 第2个讯息 你们下半年的成功可能需要隐私一点 虽然是说你们不会像以前这么的内向 你们可能会终于愿意出去跟人家社交 但是不要分享太多你的私人的事情 你如果有获得很多的财富的话 还是要保有一点隐私 那再来就是你可能会比较 第3个讯息是说 你们会比较是在网路上的成功 你们的community 你们结交的新的 灵魂家人或者是吸引到的喜欢你的才华你的作品的人 都是在网路上 所以你可能下半年会常常待在家 就是变成这个比较introvert的状态 然后如果你都是在网路上活动的话 的话记得不要分享太多 你感觉好像会获取很多财富但是不要讲太多 就是keep it to yourself 然后你可以付出但是不要太过度付出 我们要可能 部分的朋友可能要小心就是万一你讲太多 让太多人知道 会有人就是有一些寂云的能量甚至是忌妒的能量 好这个大家在自行 我们底牌是保健2的逆位 保健2的逆位这也是我为什么刚刚讲有一些朋友会愿意出来社交 因为这个保健2的逆位就是一个他是在玩be saver嘛 在玩那个 这叫什么 VR VR中文虚拟游戏 虚拟世界 啊我忘了中文 总之你们不会再下半年不会再躲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们不会再 只当一个宅男或宅女 你们不会再沉浸在自己的游戏的世界 你们会开始出去跟别人互动 然后呢 为什么 解释牌是robbery 这个 robbery是抢劫的意思 他下面有个key word是unfairness 就是不公平 我们二都是有一个平衡的能量 公平的能量 那你们之前可能是保健2的正位 保健2的正位意思是 太想太多 无法做决定 所以没有选择 为什么想太多无法做决定 因为你们不知道做哪一个决定是对的 你们不知道做哪一个决定才是可以让所有的人或事情都可以平衡的被解决 但是你们现在下半年可能就不会再担心这个问题 你们不会再担心如果做了选择会被人家 会被人家卡油 或被人家 就是你们不会再怕吃亏 因为你们因为你们现在有能量跟资源 所以 你们愿意出去跟人家搜索 你们不会怕说 什么花太多钱啊搜索花太多钱 或者是有人想要占你便宜啊 虽然我们刚有讲说你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嘛 呃你们有能量有资源了当然是大方是很棒的 但是同时 你们会愿意大方你们不怕 吃亏 这是很棒的能量但是同时还是要 稍微 警戒一点 不要讲太多 好 哦 诶讲完了 不知不觉就讲完了 好我们看一下生命数 1 3 134 13456 好啦 19不忘是11 9 13 这样 诶12 OK 所以123456 123456生命数的人会选择到这一组 听起来好像都有对不对 好 所以大家在自行对应哦 123456 178 没有7 123456好 还是讲 然后星座有一些火象的然后有很强的土象的 能量 有一点点的风向 所以这边土象能量多代表不是说你一定有很多土象星座 你可能有一点点土象星座在你的心盘但是总之在下半年你迎接着这个喜事 是跟 是跟实际的资源有关可能是财富 就是刚刚讲的事业上的财富上的喜事 所以你们是抽到了钱并 这个Family就是一个圣杯石的感觉所以你们下半年整体感觉是很幸福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时间点其实没有很重要但是我还是帮大家抽一下 时间点什么时候 会迎来这个喜事 但是大家就自己斟酌时间点是随时会改变会依据我们的能量场改变 这个时间线的问题我之前 有大概解释过因为我们在每一个moment每一个second每一秒都是在一个点上 然后我们的能量当时的能量vibration状态如何会决定我们下一个是往哪一条时间线去走 所以你现在的能量场读了这个牌 读的是你现在能量场决定了你的未来 所以希望大家这样大家可以理解 我所谓的时间点会改变 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 喔鄰居有在讲话了 啊每次鄰居讲话都把我塞掉 OK Girls hire yourself upon number one Hey this is crazy 嗯 好 首先第一张抽到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看大方向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Full moon in Sagittarius 所以呢满月在 射手的时候会迎接到这个喜事 我们之前经历新月 是不是新月在射手 我有点忘了 anyways 第一个讯息就是 Sagittarius的月份 射手座的月份 11 12月 你们可能会迎接到这个喜事 而且后来我抽 T leave的时间卡 就给了12月 所以大部分的朋友 你们这个喜事的能量场 会是发生在12月 就是冬季的月份 那部分的朋友可能会11月就碰到 或者是下一个满月在射手座的时候 就会碰到这个喜事 看到这个喜事 迎接到这个喜事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个月项 的app 下一个满月射手是什么时候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这两个时间 满月射手或者是就是11 12月的时候 祝福大家 非常棒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延伸阅读单元 延伸阅读单元就是来看一下 你们接下来 你的指导灵跟天使有什么建议去迎接下半年的能量场 好吗 然后 那如果想要听延伸阅读的朋友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专区 在这个影片下方 房 有个按钮 一按就可以直接加入或者是描述栏里有一个连结 也是一按就可以加入了 那你们只要加入会员专区就是会 可以看到全部的塔罗主题 的延伸阅读 好吗 然后 如果没有要看延伸阅读的 也没有关系 谢谢你今天来收看 今天的毒牌 希望这边的部分就有帮助到你们 那也欢迎大家在这支影片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你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同时也可以帮助这支影片 去传播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好吗 非常感谢你 然后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 你的心路历程 所有的故事都会帮助到其他人 大家一起 疗愈 一起鼓励 互相鼓励 然后 那另外如果有喜欢本频道的朋友也欢迎支持本频道 那 支持方法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那当然 那个我们描述栏里 下面有一些 支持的方法 但是你们只要来到这里分享你的能量场 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非常荣幸为大家赌牌 然后 我最近有收到 一位朋友捐赠的 神域卡 非常感谢他小吉 然后 所以我现在有 谢谢小吉愿意 来跟我一起实验 所以证明我是收得到卡片 非常感谢你 然后也欢迎其他有朋友愿意 证受卡片的 那个 可以多多支持 感谢大家 我都会使用你的牌卡来读牌 然后也会拍一个shorts 来感谢你们 好 然后 另外还有什么 欢迎大家 追踪我的instagram L'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po每周塔罗运势 以及不定期不同主题的塔罗运势 各式各样的就是比较简短的 三选一的读牌 好玩 大家可能在茶茶余饭后或者是工作很累的时候 可以来算一下好玩的 好吗 也希望在 上面看到跟大家的互动哟 然后如果有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可以Email给我 如果在描述栏里有我的Email address 或者是Instagram上有个按铁一按 就直接可以Email给我了 好 非常感谢你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或延伸阅读再见咯 拜拜 好选择二号牌子的朋友 你们选的是这一颗 彩虹的 水晶原石 我把它放这边 首先我们先用这张神韵卡来看一下 你们目前的能量场 如何 那这个环节大家听完可以判断 这副牌子是不是属于你的哟 然后 还有就是你们可能会听到风扇的声音 因为最近 我们这边天气变得非常炎热 所以 大家 见谅有风扇的声音 然后呢 另外一件事 第二排组 I'm so sorry 昨天读完第一副牌子之后 一次就感冒了 然后现在声音有点沙哑 所以再读 希望二号牌子的朋友能够见谅哦 然后我们进入暂题 我们看一下你的神韵卡是 18号 这个是沉睡的公主 18号有点 韦特陶罗月亮牌的能量 这边也有一颗月亮 这一个星星 然后这一个公主像是一个小仙女公主 像是一个 天使 可以是天使 可以是Fairies 有一种仙子的感觉 然后这边跟第一副牌子有点像 就是你们都有一个小小的孔雀 躲在你的背后 你们的头发 长得很像是贝壳 一个很喜欢去海边的 小天使公主 或者是说你们的水像能量很像 因为如果对应到月亮牌 就是双宜座的能量 就像这个台卡目前显示的 好我先说一下有可能有 生命灵数 189的人 可能会选择到这一副 或者是 水像星座能量很强 就是你们有一种温柔跟浪漫 或者是海王心力能量很强的感觉 有一些二号牌的朋友 你们可能真的是 就是Earth Angel 来到地球是要 服务大众 你们有一种大爱 有一种同理心 但是部分的朋友 目前你们还没有 对自己的这个身份有觉醒 也就是说 你们还沉睡在三粒世俗世界 这个人类身体的 虚幻里面 但是你们可能潜意识知道自己 跟别人不一样 想的不一样 为什么你这么梦幻 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梦想 为什么你有这么多为大爱 为大众好的梦想 之类的 那你们现在就是 这张卡可能准备要觉醒 还有这张卡有一个讯息是说 指导灵希望你注意你最近的梦境 你们最近可能很多梦 而且你的梦都非常的 很真实 历历在目 很神奇 然后 你们会记得的话 指导灵鼓励你 你睡起来 赶快把梦写下来 因为这些梦是指导灵给你的讯息 你可能最近很常在 为三立世俗世界 还有你天使想对你的讯息 所以他们 最近就是你开始准备要接受讯息 然后呢要觉醒的阶段 还有你们这边有很多的蓝色跟绿色 你的心轮目前是很打开的状态 我觉得你有一种爱的感觉 但是有一种迷茫不知道这个爱要往哪里放 的一个感觉 要怎么付出 就是我还是就是在强调就是一种很海王性的能量潮 可能有水平座跟双鱼座 在很强在这一组朋友里面 我不知道一到八月 可能是一个关键的 今年可能关键的月份 然后就是一个正在觉醒的一个阶段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对于一到八月 但是可能等到今年的九月会有 可能是一个转列点的月份 这个大家在自信中 好听到这边如果有 对应就欢迎你继续听下去 若没有我们可以跳出去重新选一部牌 接下来我们要用其他的塔楼跟神域塔看一下 我们下半年你会迎接什么样的喜事呢 2号牌子的朋友 首先呢 你们下半年迎接的喜事是什么样的喜事 你们抽到的是这一张 Career 你们的事业上会迎接喜事 一定是指 会结婚 通常就是合伙关系的意思 这个爱的能量 很和谐的合伙关系 当然 也有可能 部分2号牌子有朋友 你们婚姻的结合会帮助到你事业的发展 所以我刚才会这样讲 因为你们这边还有 笔牌有个good news 好消息 42号 他加起来是6 为什么会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样的好消息 是跟 跟你的家庭有关 这个是10号 钱币时逆位 这是你的底牌 所以你们一直在期待有一个家庭 但是一直都没有 消息 这是你们底牌的能量 2号牌子的朋友 可能大部分 你们就是 两个方向 一个是你们其实一直很想成家 成家立业 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家 想要有人在你的背后支持你 想要有伴 就是想要一家大小 有宠物 有爸妈 有小孩 可是你们一直都没有 碰到 就是都没有消息 然后什么都还没有听到好消息 你们甚至觉得是不是永远都听不到这个好消息 就是 你们甚至觉得成家 是一个 对你来说是一个奇迹 就是你们都没有看到这个迹象 这是你们底牌的能量 那你们接下来下半年 迎接的 喜事 首先我要 我先整体讲 你们这边冲到一张30号的 Less Hurrah Hurrah 就是那个 西部牛仔这样 这边这张牌卡 他是一个 牛仔然后用他最 最最最最后的力气 跟他的马努力 努力的 怎么说 做最后的 最后的努力最后的决斗要把这个 枯树给扳倒 30 我觉得有一些 部分要牌子的朋友 你们可能接近土 你们现在是30岁 可能是土星回归的状态 所以你们有一种要在最后一刻 转职 最后一刻旅行 你们这边有一些旅行的能量 这样 你们可能是最后一刻决定要 转换行业或者是离职去念书 去远方念书之类的 或者是决定要 反正是一个变换 一个有一点变换的感觉 一个做决定 可是是最后一刻 你 并没有什么 你之前并没有很大的 起 应该是说 你没有觉得这样会成功 但是你的下半年 会做最后的努力 最后的冲刺的意思 或是 突然敢在 比如说我 我做的 比方 你们 想要去那个 打工 打工留学吗 Working holiday 这种 那很多 Working holiday 国家都是规定30岁以前 所以很多人 可能已经接近30岁 然后趁在30岁 今年是 快有 就是30岁 然后赶快去申请 如果你们是类似 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那下半年 你们会申请到 然后 会真的出国 因为 你这边第1章就是 权杖8的 逆位 然后 解释牌是Adventure 冒行 这个是愚人的能量 你们之前 这一种 权杖8是通讯 快速通讯 快速旅行 然后显化成功 但是现在是逆位 所以你们之前有一个 你觉得你的愿望一直都没有办法达成的东西 这个愿望是跟 远行有关 跟冒险有关 跟做 平常没有 就去做一个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的事件有关 你们在下半年会做最后的努力 然后你可能可以达成 因为你们这边第2章就看到 Happy Squirrel 快乐的松鼠是一对有没有 一对 然后一群 Happy Squirrel就是一个 合伙的能量 跟好朋友在一起 很开心的能量 当然也是跟爱人在一起 很开心的能量 这边解释法是OK 没问题 所以你会被接受 你会得到这个稳定感 你会得到这个和谐感 所以部分二绕牌子的朋友 你可能是要跟你的爱人 或某一个很好的朋友 大家可以在 跟我说是对你到哪一个 你们可能决定要一起去 打工留学 你们可能决定一起去 出国去某一个国家 工作或者是念书 结果两个都 可能有一个人已经成功了 然后在等另外一个人 也被接受 那另外这个人可能是你们 就在年底 下半年收到 录取通知 接受 就是学校的 或者是工作上的录取通知 或者是你们两个时间 终于对上 所以下半年 你们两个可以一起 一起做 喜欢的事情 一起做这个 你们计划很久的事情 有一个很棒的合伙跟和谐的能量 我刚刚讲 Elephant 大象 A long journey Either physical or mental will leave you wiser at the end 这边又是旅行的能量 虽然他这边写说 这是一个很长的旅行 可能是实际上的旅行 或者是心灵上的旅行 不管是什么样的旅程 都会带给你 会让你变得更有智慧 就是 到最后你会变得更有智慧 大象是智慧的相似 而且是稳步 很稳重的稳步前行 慢慢前行 的一个能量场 所以你们 跟事业有关 那就是你们接下来 会做一个事业上的决定 是跟旅行 需要旅行去某个地方 而且还是可能是跟某一个人一起 然后你们决定的这一趟旅程 可能是远途 长途的 不是说从台北到新竹 就是可能真的要出国的 换国家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台北到北来 好我看一下 反正就是 你们两个一起出去 探险 工作 这会带给你人生生命的一个 你会变得更有 人生经验跟智慧 我们最后一张这边是king of cups 圣杯果王 这是很好的一个能量 这个king of cups 就是有一个 他上面写说 他就是有一种 事业有成 然后 情感也很满足 可以 很独立 但是又很有 这是水向的能量 这好像是天蟹座的能量 还是巨蟹座的 我有点忘记 总是有对应到你们的这个 我刚刚讲的水向的能量 所以你们是一个浪漫的 情感丰富的 懂得关怀别人 而且情商很高很成熟的人 所以你们下半年啊 你们在事业上绝对是有一种 很有智慧去做决定 然后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很棒的 很舒适的生活 你们甚至有时间工作完回家 还可以 吃爆米花看电影 就是有一个很棒的 独居生活但是期待 有一个另一半 就是你的可能是圣杯 女皇或者是前帝女皇陪伴你 我们这边 男生女生都适用 然后他的解释牌是marriage 所以 你们下半年 要嘛就是 如果你们没有跟别人 没有跟爱人一起出去探险就业的话 就是下半年你们会迎来事业上的合伙关系 和谐的合伙关系 而这个和谐的合伙关系可以引领你 他就算是一个好消息 可以引领你把这个 钱币 使变成正位 就是可以 因为你已经下半年会成长成圣杯国王 那再接下来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成家了 因为你已经立业了的意思 或者是你成为圣杯国王之后 你进而你的事业成功之后 进而吸引到你的爱人 这是部分 二号牌子对应的讯息 好这边有几个 要跟大家 讲 我们这个 这边还有一张34号 The Devil 这个恶魔牌是 摩羯座的能量 所以也是跟事业有关 34加起来是7 战车 又跟这个就是你们都有这种往前冲 冲事业 旅行的能量场 然后我讲一下生命名数 1 好像是什么 13 1345 134578 可能有6 1345678 的朋友会选得到这一组 然后 火象 水象 主象会选得到这一组 以水象能量为主 水象能量比较强 那这个 The Devil 你们 你们迎接的喜事 可能是代表说 你终于 愿意面对你的恐惧 或面对你的 这是一个 这个女生 坐在镜子前面 看着她自己的恶魔 她的 这可以是心魔 可以是她的欲望 反正她就终于看清楚自己是谁 然后 你们下半年会学习到不会再去 你会学习到 承担责任 面对自己的恐惧或欲望 然后呢 成长 心灵上的成长 懂得不会再去 把问题怪在别人身上 你们会 面对自己的恶魔 并且去改正它 可能 就是你们面对的恐惧之后发现说 天哪那我还是应该要 出去探险一下 然后所以这最后时间 死线 终于 努力一下 给我得到了 录取通知 好这个我是举例 然后你们这边又有一个skull 你们抽到了两个skull 23 我觉得这不算 你们又有个骷髅头 隐藏的秘密会伤害你 我觉得这应该是也对应到这个 所以你们要诚实面对自己 这边第1个讯息是说 不要对自己 隐藏任何自己的真心 你如果不诚实面对自己 你就会没有办法做对的选择 然后你如果 跟你的秘密板 有隐藏的秘密 这个秘密可能是真心化 可能是 不管是 但是大家可以自行对应 会影响到你的合伙关系 生意上的 事业上的 或者是 形态上的 所以你一定要面对自己的心魔 坦诚 相对 不是房间的坦诚相对 是我们心灵的坦诚相对 这样子就可以隐隐你 迎接 这一个下半年的喜事 然后 我觉得这边有一点保健器的能量 但是你们还抽到flowers 很棒 happiness 幸福 直接就是幸福 浪漫 幸福 呃 很棒的 圣杯国王能量的生活 这就是你们下半年的喜事 有一种 我觉得你们会去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国家或城市 这个国家城市的天气很好 会让你觉得很和谐很放松 在工作之余还可以出去享受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的感觉 然后这种 有 有这种 因为这虽然只有一只鸟 它是春天的能量 所以你们下半年迎接的 反而是春天的能量 你们可能从六月开始 因为玫瑰我一向都觉得 因为它是六月的诞生花 你们可能从六月开始就 已经有 遇到这个 可以合伙的人 他可能是事业上的合伙人 或者是情感上 你们遇到情感上这个 很浪漫的 给你很浪漫 气氛的人 下半年就会有这种很春天的能量 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 那我我一样就是说这个时间点给大家是参考 然后 千万不要太执着于时间点 因为 我们时间点是随时 根据 能量的不同会转换 这个 这个我之前有大概 解释过 我们每次 不管你是毒牌还是算命 我希望有机会再拍个影片跟大家解释 就是算命是算你当时能量场 那个点 然后往前看 你的能量场带领你到哪一个 时间线的未来 所以当你的能量场一转变的时候 你的未来就会转变 因为你会跳到不同的时间线 那今天你们现在看到这个 毒牌 就是你目前的能量场看到的讯息 所以这个时间点也就是你目前能量场看到的时间 那大众占卜大家就在自行斟酌服用咯 好 我们来抽两张 好 Interesting 你们先抽到了 Full Moon in Scorpio 满月在天蝎 没有对应到这个圣杯国王的能量场 所以 It's time to release Negativity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月亮APP 月向APP 下一个满月天蝎是什么时候 那就是那个部分牌组 部分二号牌组的朋友那个时候会 迎接到这个讯息 可能听到那个消息 再来就是天蝎座的月份 10 1 10月底11月初吧 10月中到11月中天蝎座 这个月份 会迎接到这个 另外第2张牌是March 3月 这边有对应到我刚说穿天的能量 所以可能有的人要等 等到明年3月 才会有落定这个好消息落定 或者是说 11到3 或者是要等4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是 如果大家 之后有朋友回来看 那可能是等4个月的时间 从你独牌 往后 往未来推算4个月后 你可能会得到这个好消息 这个行事 10月其实我们现在是6月加40 所以一样 10月的时候 都有对应到 10月会 或明年3月 或者是不管你从 时间点来看 推算4个月后 会迎接到这个行事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延伸阅读单元 延伸阅读单元就是来看说 你的指导人跟天使对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你让你面对下半年的这个 能量场 那如果想要听延伸阅读可以 加入你的会员专区 在这个影片下方有个按钮 一按就直接可以加入 或者是描述栏下方有一个连结 一按也可以直接加入 然后如果没有要看延伸阅读的 那希望今天的这个环节就已经有帮助到大家 那也欢迎大家踊跃在这支影片按赞 留言 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你们的所有互动都可以帮助这支影片 传播给其他也需要帮助的朋友 非常感谢 你们 那另外呢如果想要支持本频道的朋友 在描述栏下方都有 很多 可以支持的方法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来这边 听我们读牌 分享你的能量场 好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instagram associate indico 在上面我会po美洲讨论运势以及不定期不同主题的讨论运势 那上面是比较简单的三选一 可以在长运番后啊或者是工作休息的时候 稍微就是来好完善一下 那如果有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 可以Email给我 在描述栏里有我的Email address 或者是我的instagram上面 档案有一个按钮 你按就直接可以Email给我了 好再度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见或延伸月子再见咯 祝福你们 拜拜 好选择三号牌子的朋友 我们来选的是这一颗 Fluorite 银石 紫绿色的水晶柱 我们要放这 首先我们先从一张 神域塔来看一下你目前的能量场如何 那这个环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就是这个牌子是不是属于你的哟 好我们看是 阿克格兰 22号的守护树 树的守护林 那边有一个印第安 长者的 形象侧面 让我想到台湾的那个 花莲 这是在 花莲的那个地方 叫什么 有一个印第安的侧面 欢迎大家在 留言处跟我说 这样子的话感觉 选择三号牌子的朋友 如果你们现在台湾 可以去花莲走一走 可以去阿德耶太鲁格 谢谢 太鲁格 去那边走一下 因为这张牌跟大自然的 能量跟大自然连结很 强 你们现在可能非常需要 Grounding的Energy 需要有一种 脚踏实地的 能量场 可能最近比较浮动 可能是焦躁焦虑 或者是 脑袋 天马行空有很多的点字 你们现在需要一个 平静的能量 一个把你们稳住的能量 然后 这张卡是说 你们 因为22号代表是和谐 是有合伙的能量存在 同时有Harmony 和谐的能量 平衡的能量 所以你们可能需要去大自然走一走 把脚 就是你可以选择光脚踩在土地里 踩在沙滩里 或者是去 摸树 让你的肌肤接触树木 这样子把你的那个电流跟树木 呃 穿穿穿到地底 好就是 我们可以 如果 把身体的电子 穿到地底的话 可以做一个能量的释放 可以让你比较 可以减少你的焦虑 你的担忧 以及 太过天马行空的一种 论 电流有点混乱的脑袋的能量场 因为有个蓝色 所以你们现在非常需要平静的能量 你们可以多穿一点蓝色 接近蓝色的 赤物 把多穿一点蓝色系深蓝色系的衣服 或是房间多放一点深蓝色系的东西 当然现在是夏天这样看着好一点 或是粉色系 然后家里可以多放一点 呃植物 如果没有办法常常走出去的话 这边有一种跟祖先连结的讯息 你们现在如果有疑惑一些事情 刚刚就像刚刚讲的这张牌 鼓励你去连接大自然 有很多事情 很多解决方法就在你的眼前 你的脚下 不太需要 跑来跑去 不需要看得很远 你需要的东西就在你身边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去 像我们刚刚讲的 Grounding 接触大自然 你可能会 因为能量平衡了 你反而就有点子 突然 听到你指导人或你祖先的学习 他们会给你解决事情的方法 好 所以你们是被一种长者的能量所守护 这个长者能量可以是你的指导人 可以是你的祖先 也可以是这一块大地 这边大地的讯息 比较浓厚 所以这张卡 才会叫你去连接大地 连接地球 所以从你们现在所在的 所处的地方 在你能力所及 可以履行的范围内 去大自然 让 这个大地之母 因为每一个 土地上都有 不同的祖先的能量 守护灵的能量 让这些自然界的守护灵 来帮助你 来指引你 好吗 他们会帮助你感受到平静 因为有很多种贝类的 让我想到海边 所以有些人可以去海边 好 所以你们 目前是有一种可能 需要稳定的能量场 那生命灵树2跟4的人 可能会选择到这一组 或者是某个月22号升的人 会选择到这一组 听到这边如果有对应可以 继续听下去 OK我刚刚有听到一个 有的人可以去拜祖先 祭祀祖先 好 然后 有对应到欢迎 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 我们可以跳出去重新寻复牌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 你们下半年要迎接的喜事是什么 三号牌子的朋友 这边是帮大家抽到了 你们下半年会迎接的喜事是什么 你们抽到的是这一张 Wealth 非常的 就是 钱钱 大量的 金币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你的意思 赞啦 OK好 然后 我们要来看是什么样的 跟 跟财富有关的 喜事 你们 这一组 生命灵树我先讲 好像是123456 对生命灵树123456的人会抽到可能会抽到牌子3 然后呢我先一起讲 然后再细讲 你们可能会因为有财富收到财富然后 就变得很有时间可以 出去旅行 你们这边有很多 旅行放松放假的一个能量 还有一个 的能量 你们抽到一张权权皇后阵位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女记 对不起 这是皇后牌 The Empress 的阵位 都是一个最强女皇 最强阴性能量 这种 美而优雅 的代言人 有有钱有权 然后住的 也很舒适 我不能说豪舍 我刚听到豪舍 如果有三号牌族的朋友 下半年住的豪舍 欢迎在里面住跟我说 因为 这个Empress 她是坐在皇宫 里面 然后她有一个如同 Gamel Throne的宝座 但是她的这个 Throne宝座是 紫水晶 铸造的 然后 对我还要讲一个 她手上有一个 宝宝跟一只 乌鸦 然后这个权杖皇后 有一只 黑猫 三号牌族的朋友 你们 阴性能量 非常的强 所以很多选择 三号牌族的朋友 要么就是女生很多 要么就是 你是男生 但是阴性能量强 而选择三号牌族的朋友 你们应该都是 Psychic 就是 偏Psychic 偏灵媒的体质 你们是做 你们对神秘学 非常有兴趣 因为权杖皇后跟 这一张的 皇后能量 你们都是皇后 所以你们是有气质 有一定的年龄 有一定的人生经验 有一定的地位 然后下半年财富 你获得财富以后 会被你 就是巩固这个皇后的位置 权杖皇后也是一个 跟天连结的一个皇后的能量 钱币皇后是跟地连结的一个皇后的能量 所以权杖皇后也代表的是 地佑感很强的一个皇后 然后是也有 有一点神叨叨那种 女巫之王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们这边又抽到这个 真的很像女巫女皇的这个 Empress 他全身就 头发也是紫的 黄座也是紫的 衣服是黑的 所以你们的第六感下半年 会更 更 强壮 你们的 第三眼会打得很开 跟天跟源头连结会非常强 然后有些人是巫师 是女巫 然后宠物的能量也很强 而且都是黑色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多人会在下半年 还是你们现在就已经有 黑色系的宠物 也可以欢迎大家在留言书跟我们说 那还没有宠物的下半年可能会有宠物的能量 一个是收养宠物的能量 一个是 可能有一个小宝宝 有的 部分上的牌子的朋友可能 真的会怀孕或孕育出一个小宝宝 第三个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小孩 或者是宠物 那就是 这个皇后他抱的孩子 是你的 事业 就是你的这个 给你带来 金币的这个事业体 你在用 用尽你的母爱 滋养的能量 你的灵性 你的灵感 去 滋养这个事业体 还有这一张15号 这个在维特塔罗里是 魔鬼牌 魔鬼牌有宫街座的能量 也代表的是对世俗世界 物质的追求 或者是欲望的追求 然后另外15 1 这个罗马数字 5-1就是4 所以代表的是说 我也看到皇帝牌的能量 所以三号牌子的朋友你们很强 你们几乎 你们就是皇帝跟皇后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 我相信你们有感觉 因为这一张 恶魔牌 他是The Cold Shoulder 冷肩膀 这个我等一下再解释 这个皇帝有没有这种 拿破 拿破轮 或者是 雅历山大帝的背影的感觉 这种 希腊 罗马 或罗马 帝国 罗马帝国的皇帝是谁 我突然忘了 反正这种罗马时期的这种服装 然后呢有一个 他是带 玫瑰花罐 但是就是 也是有一种 桂冠的形象 然后玫瑰花也是 这边有多玫瑰花 都是有6 6月的诞生花是玫瑰 当然这个牌卡 常常在画玫瑰 但是我还是 看到就提一下 所以 星座上选择上牌子可能有 摩羯座双子座 金油座 天瓶座 以及 一些其他的水象星座 火象星座跟土象星座 其实什么星座都有 但是最主要我看到的就是有摩羯双子 金油水平 金油跟天瓶 好 我现在来讲 Cull shoulder 所以你们下半年会很 物质 你们就是国王跟女王 而且 我刚说你们很强是因为你们 阴阳能量都具备 都平衡了 所以你们有抽到22元 这种二是平衡的能量 然后如果你真的去接触大自然 可能就可以平衡你这个阴跟阳的能量 你可以 向外打仗 去 赢得胜利 获得土地 你也可以向内坐在你的皇宫里面 滋养你的 滋养我听到滋养你的内在孩童 或滋养你的事业体 或滋养你的宠物 或你的宝宝 你阴阳能量非常的平 和谐 尽可攻退个手 然后的Cull shoulder 代表的是一个 我们英文的礼语里面 就是 一种自信 你们这个皇帝的自信 在下半年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你们也非常懂得拒绝 非常懂得设界限 你们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就是可能有点 People pleasing 不会想要讨好所有的人 所以 当你觉得你没有时间 或者是你真的觉得有些人太过分的时候 你会直接转身走人 你不会给他们任何的回应 就是有一种大家都会尊重你的感觉 因为皇帝皇后都出现 然后呢 会被大家拥戴 因为 两个人都有皇冠 的形象 你们会有一个author 你们会变成一个authority 就是因为 因为你们会变成一种 权力 你们有一种权力 拥有一种资 拥有一种 头衔 而让你们会获得这个 财富 那部分的朋友是相反 是你们先获得财富 你们可能是 继承了某一些 家业 这边有一张船 boat Money or property through an inheritance winning or winfo 所以有些人 你们可能是会有一个好运 收到家族 继承家族的财产 房地产 或者是赢得乐透 赢奖 或者是有一个winfo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丰收 一船的财宝的意思 会来到你的生命里 而可能因为这个财富的到来 让你变成 很有资源的人 就会变成这个 坐在王座上的人 有一些人我刚听到 可能会继承家族企业 而变成 你本来 嗯 你们如果有家族企业也欢迎在人数 跟我们说 你反正你们会下半年会生成 比如说 CEO之类 就是你父母把 事业体都给你 觉得你准备好 我们第一张 Ace of cups 圣杯衣 这张圣杯衣他很有趣 他是一个热汤的 他写说 Nothing beats a warm cup of tea 这是茶 at 35,000 feet 这是在高空里面 空服员serve给你茶 我看到的是咖啡因为我喜欢喝咖啡 所以 你看这首是从语音出来的 所以 第一个讯息是说老天在下半年会给你一个清肝满足 Ace of cups 是一种 愿望的实现 清肝满足 很开心 一个清肝满足的新开始 老天会给你这个机会会给你这个 温暖你 全身身心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你看都是黄色 Lock 幸运 32 23 32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常常看到2332 或者是你接下来读完牌可能会看到2332 类似这种镜像的天使数字 或者是时时 因为你抽到两张 两张 命运之轮 你可能会常看到时时的 天使数字 Lock 幸运这边就是重大奖吗 又对应到这个Bolt Jepard Fortune 所以 这样讲 觉得 你们知道你应该给Ace of Pentacles 对不对 应该要给Ace of Pentacles 但是他却给了Ace of Cops 所以代表说这个幸运你们下半年会得到这个幸运 不只是财富上 而是一个情感上的满足的幸运 就是双重幸运 你会非常的开心 然后 然后 这是你 这是你一直 努力的付出 不是只有世界上的努力 是你这整个人生 你对你的人生的智力 向善 努力工作对大家和善 的 的一个 reward 一个奖励 老天给你这个奖励 黄色是太阳神经丛 你们这边有很多黄色的能量 你们接下来下半年 你看 对 你们接下来下半年 我听到就是跟 所谓的丰盛之流连结了 你们终于对应到 浅浅的频率 The money frequency 你们的太阳神经丛会非常的发达 会 激励你们 去 很有行动力 然后 这个行动力跟正向的能量会 attract 很多的财富给你 还有这个咖啡 对不起 我有讲咖啡 茶 它是高空的茶 也就是说 你们的旅行能量也很强 所以你们可能会有很多浅钱 或者是有人中机票 我刚听到说有人可能会真的中机票 或有人送你机票 有人 帮你出钱让你去旅行的意思 好吗 好我这边又听到一个讯息 你们的讯息蛮多的 这个wealth 可能 有的人 然后不只是一个你自己赚钱 事业赚钱进你的 银行的wealth 这也可以当做abundance 所谓的丰盛 所以你们可能会中奖 会有人 请你吃饭 请带你出去旅行 就是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不同的财富的来源 不一定是你自己赚的 但是会有很多这种 天财运的意思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送你东西 因为你抽到权杖皇后又有皇后 这边又有皇后吗 所以我刚才有说glow up 你们下半年会整个变得很美 很绽放 很太阳神经丛 就是很glow in 你看他拿了一个摄影机跟一个 仙女棒 你们有点 Ethereal 只要没出去被人家看到 不管是实际上被看到 你没有可能是 是influencer 或者是说你们是在网路上 用镜头派自己 来 来promote你的事业 你可能是 你可能是某一个 某一种网路上的人物 你们可能真的就像我一样是做 塔罗的 因为这边你们有fate 上面是塔罗斯 这些就是塔罗斯 所以你们是跟命运跟宇宙的安排是很 很廉洁很和谐 一同合作的一个 能量场 而这个很和谐的高频 让你整个发光发热 被看见 然后呢因为你这种神叨叨的气质 所谓的Ethereal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点 灵媒的体质 你是做神秘学修身心灵的 你出去大家都会感受到你的这种光芒 你的这种 Vibration 跟别人都不一样 然后就会被你吸引 想要接近你 想要对你好 想要购买你的产品之类的 然后如果你是做 就是跟神秘学相关的 算命的 你的生意也会很好 因为这边的这个fate 对我刚听到一个事情就是说 你的机 机遇终于到了 你的时间终于到了 这时间到的意思是说 终于是你的时刻了 你的好像十年 YES 你的十年大运软了 如果你现在是做身心灵神秘学相关 或者是你是做这种 英粉色 你的十年大运软 Exactly 好 然后你可能也会 已经在近期有听到很多不同的塔罗占卜 都在跟你讲这个讯息 那也欢迎大家在 那部分的朋友可能真的有养猫咪 然后甚至真的是黑色的猫咪 那最后这一张 钱币1 你们的指导灵把钱币安排在这边 然后是逆位 为什么就有点狐狸 前币1逆位 这样怎么会是 几次呢 然后他就给我解释牌8 帮助 17号是韦特星星牌的能量 Mercy Charity Kindness 我这边刚一就是一抽到这个就知道 哦 这边跟第1组有点类似 就说你们以前可能常常需要帮忙 你们以前的财务可能并不是很稳定 或者是常常需要东挪的犀牛 就是去 你叫什么 周转 但是你们接下来 下半年的喜事就是说你终于不需要别人的帮忙 你终于不需要老天在 你可能常常祈祷老天 哦这个月堆给我 多少多少钱让我 让我可以付房租付水费之类的 就是很物质的 的这种祈求 但是你们 你们接下来 你们之前可能都是survival mode 就是都是 赚钱为了要付 付什么 学费啊付 帐单啊 但是你们下半年的喜讯就是 你们现在还可以生活了 没有钱可以生活 这个钱可能来自各 各式各样的方法 所以你们不只有钱 不只是survival 你们还可以有 时间跟资源去 过想要的生活 去 旅游 去做任何其他的活动 就会有一个 心灵 跟实际的财务上 都在一个舒适 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不需要再 不需要再常常去祈祷 不需要有这种很可怜 都需要人家帮忙的 这种能量 底牌是 命运之轮逆味 命运之轮逆味 就是有一种 实不我语的感觉 但是 就是你们 可能 还是有这种恐惧 还是有这种印象 觉得 你在怎么努力 好像都没有得到你想要的 然后你这个 解释牌是 idea 点子 inspiration suggestion vision 你们 你们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 你看这就是 黄色太阳神兽 可是你们每次 出来的点子 好像都 十不我语 十不我语 都没有被看见 都没有发展出来 没有机会 或没有资源 41加起来又是5 所以 3号牌族人 你们很多生命零数5的 会选择到这一副牌 另外5也代表了 变化 改变 所以你们 10年大运来了 你们要有所转变 要转变成这个皇后 跟群众皇后 超棒的 超 棒 另外我又听到一个讯息说 你们可能或者是 最近会产生一个点子 翻转你的命运 这个大家 我们是对应到部分的 3号牌族的朋友 不是所有人 但是你接下来 注意一下 你可能会有一些 突发奇想 的想法 可以帮助你这个财务上翻转 然后可能是跟网路上相关的 所以接下来你们都会有这种欢庆 先女棒 享受你的 你会荣光焕发 你会穿得很美 你会打扮得很美 或者是很帅 一走出去受到众人的注目 甚至是追求 你会享受这种生活 你会享受你的这种被大家警仰的感觉 然后可以 自由自在的 终于享受在地球上的生活的感觉 而不是只是 让自己有地方住 有东西吃就好 的意思 我们这边有一个 Dog Close up Pleasure with a close friend 所以下半年可能会跟一个很亲近的朋友 一起旅行啊 一起出去喝咖啡啊 一起去 各式各样的餐厅 吃饭啊 那这个朋友可能是属狗 不是所有人啊 或者是你自己是属狗 然后这个朋友我觉得阴性能量比较强 或者是 某一个长髮 头发算比较长的人 你可能会跟他 比较靠近 再来 Karis 这张台真的常常出现 周运也有出现 Opportunity or windfall 你看windfall一直出现 好强喔 上到牌手的朋友我真的好好奇 你们下半年会 会发生什么事 你们一直会有这种丰收的能量 丰收的关键字一直出现 然后这个钱掉下来的感觉 然后呢 萝卜也是变满地萝卜的意思 就是丰收的意思 满船的财富 就是非常abundant 非常的丰盛 喔好棒 我们的能量草 然后呢反正你们会有很多的机会 这些机会都会让你们有 所谓的丰收或者是你们现在努力的东西 下半年就开始接受这个 就可以开始踩 那叫什么 收成 开 风筝 Vacation 度假 你看又有度假的能量 所以你们下半年真的有 旅行 旅行的能量 可能会有 喜欢你的人带你去旅行 这是有可能的 好 有些人可能会去日本 亚洲 韩国 之类的 好 今天我们来看 时间点 什么时候 可以 迎接这个 喜事 那时间点我一样跟大家说明就是 时间点永远都在改变 但是如果 你们现在的高能量场 没有变 应该怎么说 我之前有大概解释 就是我们在算命啊 在读塔罗的时候 我们 预测的 都是你目前的能量场 占了这个点 然后 接下来是会进入哪个时间 只要你的能量场一变就会进入不同的时间线 然后未来就会不一样 所以呢时间永远跟大家说明就是 斟酌服用 好今天时间点 第一张是 我刚时间点我刚在看 我有看到四五 四五 所以 四到五个月 我希望这个 Reading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 之后来看牌的朋友 你们可以大概算一下 就是从现在开始算 四到五个月之后可能会 迎接到这个 起事 或者是三个月之后 等下讲我讲 第一张是 Waxing Moon 蜡月 The energy is gaining momentum 我们现在好像就是蜡月是不是 我有点不太确定 大家可以查一下月上 总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从现在就开始蓄积了 就已经在蓄积了 所以这个 喜事很快会现身 再来第2章September 9月 9月 部分的朋友可能9月会迎接到这个财富 或是会收到这个大礼 每个人的状 状况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我刚说的 可能是 10月跟11月会收到 这样的喜事 好那我希望今天的 主牌对大家有帮助 非常 我看到黄黄的 就是当作黄黄跟紫紫 紫色跟黄色 就是 太阳神经从顶轮 第三眼轮的能量 也非常的强 接下来下半年 很有自信 很有魅力的能量 长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延伸阅读单元 延伸阅读我们会来看一下 你的指导人跟天使 对于接下来下半年要怎么样面对 有什么建议 然后如果想要听延伸阅读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专区 这个影片下方有个按钮一按就可以加入 或者是描述栏有个连结一按也可以直接加入 那如果没有要看延伸阅读的话 希望今天这个环节就有帮助到大家 非常感谢你们 那也欢迎大家踊跃在这支影片按赞 留言 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 你们的每一次的互动呢 都会帮助这支影片 传播给其他也需要帮助的朋友喲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 如果喜欢本频道 想要支持本频道朋友 也欢迎在描述栏下方有各式各样知识的方法 我非常感谢 真心感谢 每一位朋友的心意 那再来 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会和每周讨论运势 以及不定期不同主集的讨论运势 上面是比较简单的三选一的这种好玩的 运势解排 另外有 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 可以email给我 在描述栏里有我的email address 或者是Instagram上有个按钮 一按 就直接可以email给我了哟 好祝福大家 非常为三号牌子的朋友开心 那我们下一次见 或者是原生阅读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